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啦 存在呢 我们就不讲 有两位 一位说我嫌我这个讲的太少了 简陋了 那有一位呢 说我讲的太啰嗦了 相反的这个评语 那这个问题是恐怕要看什么 讲的内容 如果讲一个大的问题 我必须要怎么样 精简 因为这几分钟的时间 很多东西都不能说 因为我们不是教学 也谈不上演讲 就大概谈一个问题 我们就是谈音说乐嘛 所有大的问题必须要简单的说 比方说什么是爵士音乐这么大的问题 我几分钟要把它讲完 那比方说像你现在问这个问题 什么是爵士和声如何学习 那都太大的问题 所以我必须要精简一点 那么有的小问题只讲一个 那我就要翻了覆去讲 什么叫五度圈呢 或者什么叫音的低线呢 就在那里一直打转 必须要重复来重复去的 所以请各位 原来我们每次讲题目的大小恐怕差很多 有的太大 有的太小 所以我们就大概每次播客都是讲十分八分钟的时间 在有限度之内 而且我们这是一个谈音说乐 也没有说是特别这个先有稿子在讲的 就是有点即兴了 没关系 有任何问题 有不满意的地方请跟我们联系 重讲一遍 或者为你再讲详细一点 都可以 没问题的 然后今天我们再回到主题 如何学习爵士和声 我刚刚去美国Berkeley的时候 我就问我的老师 我想到Berkeley主要学两个 一个是怎么样用和弦 第二个是怎么样即兴演奏 结果他说这个用和弦呢 你一步一步的去学习 就把方法学得越多越好 也没有什么止境了 就是有很多的方法 很多的观念 很多的原则等等 你一步去学习 即兴演奏呢 他讲得更好玩 他说你必须要lifetime 一辈子的时间去准备 去这个努力 这两个东西都是很大的 爵士和声 流行和声等等 我现在讲一个最简单的这个 跟各位听听看 我们这么多人玩音乐的人 没一个人敢讲我对和弦运用完全都会 没有一个人 那我们当然讲你讲用三个和弦五个和弦这个谁都会了啊 就是给你一个旋律 任何一个旋律 儿歌 流行歌 古典歌曲 现代歌曲 你会不会配和弦 这是大家最弱的一环 没一个人敢敢说我配的很好 这个就好像有一个人让你给他设计衣服 你当然可以设计几套衣服了 但是没一个人敢说我把他所有的衣服都设计完 没有 他说太多 穿任何衣服只要和声都可能 所以有太多的可能 好了 既然这个东西很大 我们就大概讲一下 爵士和声呢 你还是要先了解 爵士音乐的那些基本的观念 音阶你一定要守 是要个调的音阶 然后两个音乐变成阴成 各种阴成 大三度小三度 从五度大七度中四度 这些阴成越守越好 和弦基本的三和弦 那四十八个三和弦 那最少你要知道二十四个大小和弦 七和弦很多 那我们不管最基本的七和弦 七个 但是七个有两个不常用 我们应该知道常用的七和弦 大鼠小半简 这个必须要知道 这是玩流行音乐 最基本最基本的七和弦了 因为爵士音乐流行音乐 尤其是爵士音乐 他一出来就是七和弦 那你必须要把这个常用的七和弦搞清楚 那么如果你要再进一步 我还要知道隐身和弦 九度了 十一度 十三度 那这些基本的乐会 那后面的东西就比较越容易发展 当然用这个和弦上面 这很难的一个问题 就是有个弦律 你怎么样配和弦 你现在把这个问题 你丢给任何人 都是会难倒他的 管他是什么音乐家 他可能是越是音乐家 越怕这个问题 所以我从来不给任何一个学生和任何一个人 给他配和弦 因为这个是很难的 没有标准的 哪一位先生 哪一位老师 哪一位玩音乐人敢 给任何缺度 我都会给你配和弦 我相信 但是你配的只是多少种和弦的一种方法而已 所以配和弦 那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就是只好 学一步算一步 走一步算一步 像爬山一样 爬多高算多高 那你先要玩同调的和弦 一个调里面 比方说先玩三个主要的和弦 145 这个传统音乐以来的 然后呢 五个和弦 16425 这个玩的很熟 这个是流行音乐最常见的 然后最后玩到瞬间和弦 就七个都玩 就是古典人家讲的 Dialtonic 就是顺音阶的 同调的和弦 这个是说 玩音乐配和弦基本的功力 然后现在多调和弦 那就是所讲的 离调了 暂时转调了 等等这个和弦 这个在爬山音乐也是基本的 那我想 一个大的原则要记住 第一个是 任何和弦前面可以用它的五 或是高扮音的五 那理由 我们以后再讲了 任何一个和弦 不管看着什么 你可以用它的五 或是高扮音的五 而十一和弦 前面可以用G赛文 或者是 第一弦赛文 降二的五 这两个和弦可以随时可以互换 那任何和弦可以用这个观念 然后呢 五的前面就可以除了用高五度的五 高扮音的五 还可以用高五度的二 高扮音的二 高五度的半简 高扮音的半简 六个可能 这个你要记一下 所有的五和弦 我再讲一遍 高五度的二和弦 就是Miner 高扮音的Miner 那么高五度的半简 Miner 7 flat 5 高扮音的Miner 7 flat 5 有六个可能 那么现在把和弦讲一下 大家听一下 叫G7 G7出来以后呢 你可以在G7前面 加一个Dm 高五度的二 也可能 A flat Miner 高扮音的二 绝对没问题 我们以后再分析这个问题 就一定可以 就在和弦进行上没有错 那五的前面 也可以高五度的五 那就是D7 也可以高扮音的五 A flat 7 也都没有问题 而且最常用的 四个了 然后高五度的 二 二Miner 7 前五 或者半简和弦 就是G3前面 用D-7 flat 5 没问题 然后 用高扮音的 用A flat Miner 7 Flat 5 也没有问题 你这六个会运用 纯熟的话 那就变成没完没了 这是角色音乐 运用和声里面 最大的 最多的一个东西 叫做多调和弦 Key of the moment 或者是暂时转调 Temporary key 我想玩爵士和声 一般人就到这里为止了 那比较再深一点 高档次一点 你可以学习减气和弦 减气和弦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它一个和弦等于八个和弦 八面玲珑 它做连接音响等等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和弦 这个我们在Brickley 讲了一个学期 减气和弦 所以你要去研究它 学习它 另外功能和弦 就是一个和弦有什么功能 那我们基本上分成几大类 主和弦 哪些和弦有这个功能的 然后下属和弦 哪些有这个功能的 然后属气和弦 那么在C调里面讲 C F G7这三个最常见的和弦 那同样的 可以代替它的和弦有哪些 这叫主和弦 下属和弦 属气和弦 还有一个小调的下属和弦 就是在C调里面的F minor 那将来哪些和弦可以代替它 分成这四大类 那每个调都如此 举一反十二 所以这个将来不得了 这个你写个旋律 Doremi Faso 你用功能和弦配一配就看 可能配出来 三千四千五千都可能 变化 最后一项 调式和弦 这个是蛮高难度的 就是把同名调式 C 调一 调二 调三 调四 调五 调六 调七 就是 Doremi 弗卫尖 力电等等 把这同名的 平行的调式的和弦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然后综合运用 就一级有七个和弦 二级有七个和弦 这样混合运用 借来借去的 那就更多了 你用Doremi Faso 你用调式和和弦去配 可能上万种 一万 两万 三万 五万 都可能 就是非常多的可能变化 我想 决心 因为这个和弦 很热闹 除了这个之外 当然我们还有比较 再高难度一点 重配和弦 把原来的和弦拿掉 完全改成你自己的和弦 有很多可能的方法 阴层和弦 完全不用和弦的观念 用阴层叠起来的和弦 二度四度了 四度四度了等等 或者两个手的造成了 这种阴层和弦 还有副和弦 两个和弦 左手一个 右手一个 加起来是一个大和弦 或者就是大和弦 隐身和弦 所以和弦学上 变成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很有深度 很有内涵 很能够引人入胜 也很值得大家去挑战 去学习 去努力 好了 谢谢各位